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次做直播,直播当中给大家见到大约4分钟的升空过程 最后火箭要自爆,做了一个中局 当然整件事要做很多的检讨工作 亦都准备,很快就再次发射Starship上太空 这个也是马斯克的大业,所以他都想尽快把东西上码 但当中当然有些东西,包括失败检讨 中间来说火箭引擎的问题 又或者升空时的自爆装置是如何处理 以及当中的污染造成和破坏 而马斯克应该如何去执手尾,如何再做好些 如何可以令到他第二次再做发射的时候 成功率又会再提升 也挺搞笑的,我们见到他相当之有信心 我见到陈博,他的报道说他送上去轨道的百分比 不是一百,都好像是八十来成,很厉害 他那个计数你觉得是不是吹衰的 还是你觉得都合理的呢? 从他的角度去计 这个当然要只是说数字没什么意思 见基于他自己本身在上一次的发射失败里面 是获得了多少新的知识 就知道哪一个地方出错 这次我刚才看回《纽约时报》访问Elon Musk的报导 他其实很简短地说回 在发射整个过程那四分钟发生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我和Larry上次做的一集 我们刹有介事就尝试去推测一下 到底那四分钟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 所以我们有责任 就是见有最新资料 是应该说回看我们自己说对了多少 说错了多少 是的,因为上一次陈博和我们说到 上去其实都很快就应该是一些引擎问题 跟着也都在引擎那里 包括几个不对称 包括当中的熄火 甚至中间我们看不到的事情 有些因素出现了 令到他们没办法最后不去做自卫的情况 那陈博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他现在的解说 和当初我们的说法的情况是怎样的 他当然给了更多的细节 但跟我们的观察 我都会说大同小异 但当然有一些事情 就是他不说 我基本上不知道原来有一个问题 如果大家记得一下 我们说那四分钟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一开始已经是有几支火箭是不着的 这个我们是有看到的 因为是在整个现场直播的 那一刻它有一个图示 有一个33支火箭 是有几支就已经是空心了洞了 就是告诉你有些是不着的了 这个我们很早就发现了 而且我们还看了几个关键的时间 就是当它升了空40秒之后 你会看到有更加多的火箭不着 然后去到大约80秒左右 就是一分二十左右 又会有些火箭不着的 这个其实在我们当时 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分析 和我们去提醒大家 看看那四分钟的直播片的时候 我们都有观察到这件事 这个纯粹大家看就知道了 好了 马斯克在刚刚这次的访问里面 去公布了什么呢 他提到关键的那位 其实就是在第80秒的时候 开头有几支不着 那都算了 都令到那个星空有轻微地斜了 不是一条直线那样上 但是他说最致命性的 就的确是在80秒至85秒的那一刻 亦都是我们发觉到 有些火箭不着又不着的那一刻 原来他说 那些有些火箭不着又不着 甚至乎影响到周围的火箭 令到周围的那些都更加多 一起陪他不着 到最后 臨失控之前 是说有6支甚至7支是不着的 那我们也都说了就是说 因为33支里面有6支 5、6、7支不着 其实影响到整个整体推力不够 以及整体发射的方向都有偏差 所以整支的确是应该是没有达到预定的方向和速度 从而也没有条件去进行第二级的火箭分离 所以在这里的确是如我们所料 因为整个发射没有进入好预定的轨道 以及达到预定的速度状态 所以索性就不会有第二级的火箭分离的情况出现 但是你不分离 后面那个一级不离 那后面的轨道越来越轻 也都是合乎我们的分析 就是说它头重尾轻 于是乎它就越来越不稳定 马斯克他说到其实就是在85秒之后 就是有些火箭 其中有一支着下又不着 甚至搞坏了周围之后 其实那一刻已经知道是不受控制的了 不受控制之外 它继续飞 继续飞的时候 它应该有个自我毁灭装置是开着的 的而且确有开着的 我们甚至看到它好像过山车一样 终了一个圈 然后才爆发 去到四分钟才爆发 其实那个爆发也比想象中迟 但是比想象中迟是否好事呢 那又要留意了 原来照计来说 那个自我毁灭系统 在三分二十秒的时候 已经下了拨打一支火箭要爆 结果它自己还多了四十秒 去到四分钟才爆发 所以其实这里也反映到一个问题 那个自我毁灭系统 未能够及时启动 它也幸好最后都能够启动了 但是迟了四十秒才启动 所以哪些东西能够启动 哪些东西能够启动 这些东西能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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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来说 最初有一些火箭不启动 接着就到了整个轨道进不了 然后就失控 最后就连自我毁灭 都迟了 这就是初步 这些东西能够启动 现在Elon Marks 说的情况是如何 如果这样说 陈博士 每个自爆装置的病毒 也有点偏差 那他不能即时解决到问题去爆 这些东西也要更多公布 他们有解决 现在他们知道 纯粹自我毁灭装置的炸药不够厉 就是因为炸药不够厉 是否因为那些物料太硬装 細節上他怎樣設計呢 我就不清楚了 但他們需要一個反應更加敏捷的自爆裝置 自我毀滅裝置 他原來這一節就是 為什麼爆不到呢? 他不夠勁 最後才能爆到呢? 其實這個我自己都不清楚 這個要牽涉到他裏面的設計問題 但他們說 以Elon Musk所說 他要考慮用一個更加敏銳和強力的炸藥 來準備給自我毀滅裝置去用 這樣他就可以解決了這個問題 但是錯有錯著 雖然是比想像中遲了40秒才自我毀滅 但是那40秒裏面又被他試到一些東西 是令他哄回去有點開心的 那是什麼事呢? 那麼他一直這樣想自我毀滅 但是毀滅不了的時候 他也是一個不是很受控的狀況之下去飛的 你可以想像一下一支 越來越頭重美輕的火箭 他飛的時候越來越控制不了他的軌跡 轉左轉右 咬來咬去 整支東西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純粹是一支很脆弱的棍 你可能是說一條意粉 他隨時很容易在一個不停地左右擺動的情況下 很容易自己咬斷自己的 那麼原來這支火箭竟然進行自我毀滅 到達早在40秒後 隔了40秒後才自我毀滅成功 中間經歷了一個挺危險的狀態 就是他們都怕會解體 是未去自我毀滅 還沒曾經爆發的時候已經解體 但是其實它整支是沒有突破後才會解體 而不是等待爆炸後才會解體 所以他們覺得整支火箭的硬性程度比他們想像中強 這就是他們另外一個數據收穫 這也很因爲,他們的材料科學真的硬性 不是鬥例,我們經常說最害怕的是 你還未達到預期的設計效果 如果硬度不夠,就算你所有東西都順利,他們都會崩潰,很危險 這也是意外收穫的 另外,有一些需要改進的是什麼呢? 他最初那幾支,為什麼有幾支會不穿? 這是其中一個要改進的地方 以及為什麼會影響到旁邊的不穿呢? 我想這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整件事一開始就是最大根源的原因 就是一開始已經不是33支很齊腳地點穿 整個發射的角度都還未能調準 我覺得最迫切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最後的自我引爆裝置是否可行 希望下次不需要試到這一步 是的 還有陳博,我也想問一個問題很久了 就是太空科技和軍事方面 我經常覺得有一個位置是否有一個差別 就是在我們軍事方面的角度看 很多東西都有一個叫做redundancy 即是有一個容譽在這裡 就是我預計了會犯錯的了 就是將Murphy's Law完美地融入去 我預計了你錯硬的了 差了是今次、下次還是什麼時候 但是每一次都會融 所以就會有一個容錯在這裡 例如我有大概10%至20%的問題出了 但是我依然是正常地做得到 但是在太空的情況 是否因為細節需要的技術細節太多 又或者會不會是資源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種redundancy 在太空這邊是不適合的 如果你說都是用得到 是否反而用在私人企業上的cost effectiveness 那裡又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讓它擠到商業衛星的發展 反而太空那裡很著重這些redundancy 一定會有overengineering 但是你不需要讓那個redundancy去到太多 你可能容許就是說 就是像今次一樣 它的火箭原來比它想中熬得比較硬 可能原本已經預計了 就是它那些擺動 就是你將它整支東西咬曲 就是咬到某一個的力水的時候 它就會斷了 但是現在它還沒斷 它還能夠捱到更多 這件好事來的 它第一步已經可以完全超越了 它本身的結構硬度的要求 其實每一個細節都一定需要 由一些這樣的redundancy 譬如你說33支 是不是真的一定要33支 三支齊腳都穿呢 其實會少了多少支都依然保持到推力 或者少了多少支都依然保持到 可以由其他的火箭去補充 讓整個推進可以繼續對稱地上 那這些一定要有的 但是也不能夠有太多 在商業的運作中來說 它們就比較懂得去 將這個redundancy 比較做到貼身地去做 就是你如果用到供應機構做 很多時候就是讓東西去喊你 要滿足到130% 可能你最後做了出來 是滿足了180%甚至200%出來的 但是多了那些很多時候是用不著的 也都是一個成本來的 那麼現在你看到它們 Starship這個program 就是它都要滿足這個redundancy 但是最希望用一個最低成本的方法 去滿足得到 那麼其實這次呢 這次又拜起了另一件事 有一些東西它預了以為可以 預了以為可以熬到 也有一些東西熬不到 原來這次 是什麼呢 就是它地面的發射台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上個星期 說就是風釋它那個發射的時候 完全沒有提到的 但是大家在新聞媒體裡也看到 整個Starship它發射了之後 留下來地下那些東西 就完全被想像中烏尼碼叉的 因為開頭如果那個水泥石屎鋼筋的發射台 是可以頂得住這33支火箭 被它噴發的 但也都預了是有餘地頂得住的 但是結果就是 我火箭一上的時候 直接就將那些運營鋼都噴散了 部分不是整塊 甚至將周圍很多的沙石 都完全捲起了 在周圍形成一個迷里的沙石龍捲風 將這些東西丟到周圍 都是和方圓有成 應該是3.5某的地方 都是弄得非常之寸草不生 這件事就是Elon Marks說 接下來那次發射 這件事是一定要解決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地面上的東西 你放些東西去飛 最後弄到地面很骯髒 就會有人管的 現在就是說 下次它一定要滿足美國的FAA 就是那個叫做 聯邦 聯邦航空發展局 聯邦航空管制局 是的 FAA 是的 它就會管制著 你的人放夜會飛的東西 一定要滿足周圍 我會影響周圍幾大環境 但如果你像這次這樣 其實就要被人管的了 但是這件事也有解決的 其實就算這次在第一次發射的時候 他們都想到會用這個方法的 但是只不過那人想著 那個石屎發射台應該都頂得住 就算頂不住的 就下次再用第二樣了 結果現在真的發覺 石屎發射台是有東西會頂不住的 所以下次他們要加一層另外的裝置 加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塊鋼板下面有一個水冷結構 就是說它有一塊強度很高的東西 可以讓東西噴上去 而當然不要噴溶它 下面也有很多的水在流過 來冷卻這塊鋼板 於是就是由一件強度更高的東西 來承受著那個衝擊力 而又減低周圍的結構受的損害 因為你很容易想到的部分能量去了那個水冷卻水 於是乎令到周圍翻殺 即是散發到周圍環境的破壞力 就應該要是降低了 那麼它這次為什麼沒用呢? 就是因為那塊鋼板做不切 其實也很有趣 他們就找著那個石屎台頂得住的 現在這塊鋼板做不切 有什麼下次使用 結果就留下一次使用 那麼他們預計就是說 接下來要用六至八個星期的時間 去修改那個石屎發射台 再加上那個有水冷鋼板的結構 而在這個期間 其實下一支火箭也都準備好了 但是也要根據今次學到的教訓 將那些很重要的 比如33支的火箭 他們如何協調 如何確保他們可以成功打著的機率更高 還有就是另外他們的自我毀滅裝置 又要收拾正 起碼知道那個結構本身沒有問題 就是本身那件東西硬正的 然後第二次發射的目標 就與今次一樣 希望能夠成功地去進入預定的軌道 然後去到夏威夷附近就墜落 這就是他們下次發射的目標 所以其實今次我相信對他們來說 首先第一個飛得起已經是成功了 你想想已經是史上最大推力了 所以史上最大推力 不爆起飛的已經是很成功了 然後再在空中裏面 拿到的寶貴數據就是那些的引擎 然後就在當中的細節都在調控那裡 已經去到 大問題就沒有了 是細問題如何去做一些調控 所以也解釋了為何當時的人這麼興奮 我想就是淡起做也很興奮 這次的調控都相對是大的 你問我那33支火箭如何一起打造的問題 這個我都覺得是一個大問題 但起碼現在確認到 他們可以在哪一個位置再仔細一點 去做好一點 令到整件事可以順利發生 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資料給大家知道 原來他們的後備火箭 已經有10支在那裡 即是一些Prototype 不是一支兩支後備在那裡 是有10支已經在那裡排著 已經是一個不行 隔幾個月又第二支 由一次發射失敗到第二次 現在是用月的時間來計算 如果你想想以前NASA那些project 可不可以這樣以月的時間來計算 就算你已經弄定了一支後備 你最大問題的時候 中間你這麼短的時間 是不是已經足夠拿到數據來做分析 知道哪裡要改良改良呢 所以你看到現在那種 他們要盡量把發射成功的時間表 走以星期去計算 去做成為一個很推進的改進 所以我覺得很驚人的消息就是這裡 这就是我们上次说的 fail fast 的精神 失败不重要,不过要快 令整件事的 schedule 要追得上去 就算我每一次失败,我都可以将窗口越缩越短 他们下一次成功又近了 这个我觉得是很值得,尤其是我们华人这边借敬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感觉都觉得一些要一步就到位 其实也不是的,科学上很多 try and error 的东西出现 但是最重要是把窗口缩断它,令整件事的效率更好 我们也期望,下次Elon Musk 即他再一次做 Starship 升空的时候 就可以成功了,不然的话 可以继续,像上次那样吸收更多经验 尽快将探阅,或者火星计划 尽快可以实现 好,这一节先到这里 好,大家记得多多支持,包括科学新知这边 以及我们军武器言 也可以大家免费订阅我们两边的频道 好,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 还有一个位置,我们会谈完的 下次讲的火箭,大家常见到 噴出来都是白烟,或者其他色 但是有没有想过有些国家噴出来的 其实可能是红色,很耀眼的 看上去 但是其实这种气体是有毒的 我们就找一集,我们和陈博跟大家分析一下 里面的chemical,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这么有毒,以及 究竟现在为什么这么少国家做使用呢? 这个做引子,我们下次讲的火箭那边 可以再和大家加密多一点 好,我们下一集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